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9号星期三 咱们今天把新疆和香港的最新事态合在一起来说一说 然后呢干一件新鲜事 就是给港府和北京起一挂 算一挂 用周一来解释他们现在的处境 先说新疆 10月7号星期一美国商务部是出台了对28家中国机构的制裁 把他们纳入了受制裁的实体清单 其中8家是企业 都是和高科技监控有关的 包括大家熟悉的生产监控摄像头的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 没有美国商务部的许可 他们今后不能够再从美国进口设备和组件 剩下的20家受制裁的单位呢是公安单位 就包括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公安厅 还有他下属的19家单位 包括了警官院校 然后就是美国国务院配合商务部的行动 第二天也推出了 签证限制措施 受制裁的对象就是 对于新疆的镇压行动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 包括他们的家属 他们今后来到美国和在美国停留 那个签证会受到限制 但是蓬佩奥国务卿没有透露 被制裁的名单 到底哪些人受到了签证限制 那么10月10号中美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又要恢复了 那么在此之前几天推出制裁新疆官员的措施 是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或者再晚几天呢 对新疆的28家机构 实施制裁 它会不会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呢 一定会影响到的 对新疆的问题采取行动 美国政府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具体选择什么时间做也有讲究 那我理解呢 之所以 现在推出这些措施 应该是在之前 中美副部长级贸易沟通里面 中美副部长级贸易谈判里面 美国这边觉得没有取得满意的进展 对于10月份这次谈判达成突破的希望有所降低 那就干脆就把这一招使出来了 同时呢美国政府最近几个月确实是受到了国会持续不断的压力 催着他在新疆问题上采取行动 刘鹤10月份来美国 现在看起来比较大的可能还是 不会做出太多让步 还是会老掉重谈 可能会削减关税扩大准入 但是在 取消产业补贴这方面的 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那美国政府干脆就在这个时候 推出制裁新疆的那些实体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继续老掉重谈 继续不做出让步 那还会有更多的制裁手段 在后面呢 前面为了这个 中美贸易谈判 已经把这些制裁手段延缓了 你如果不做出让步的话 那我没办法 我就要推出更多制裁了 大概传递出这么一个意思 同时在这个时刻制裁新疆的实体啊 也是对香港局势的一个震慑 假如港府和中南海 在香港要升级 镇压措施 也会招致美国果断的反应 想对待新疆那样 也不会听之认之的 现在很多人感兴趣的 一个事情 就是新疆自治区 党委书记 陈全国是不是受制裁了 他是不是在那个 签证限制名单上 尽管美国国务院发的那个声明 很简短 只有几段 他没有具体列出来说 谁谁谁受到了制裁 但是呢 他交代了一个原则 就是说 签证制裁的对象 是那些 对于在新疆 拘禁和虐待少数民族 负有责任和参与了的 那些官员 还有他们的家人 那么要按照这个原则 这个定义呢 陈全国当然是应该包括在其中的 陈全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受到个人制裁以后的后果呢 就是他的噤声道路会受到阻碍 如果陈全国在新疆任期届满以后 要调到别的中央机关去 最有可能去的呢 就是中央政法委 成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像原来的新疆王 王乐泉那样 或者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 但是呢 中央政法委书记 他已经不在政治局常委制裂了 所以他如果调到这个职务上去呢 相当于是没有升官 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单纯负责党务的 就只有意识形态的那个常委 现在是王沪宁 还有就是中纪委书记 他们是没有什么外事和出访的责任 剩下的国务院 国务院人大和政协的领导 多少都有外交任务 假如陈全国想更上一层楼 在中共二十大 假如中共还有二十大的话 成为政治局常委 他要进这个意识形态部门呢 他确实没啥经验 他没在宣传系统里面干过 进国务院人大和政协呢 他担任外交任务就会受到限制 因为他受到了美国的签证制裁 那么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也就是中纪委了 那行不行呢 咱就不知道 反正他的晋升道路 想成为政治局常委这个道路 因为美国的制裁 是受到了负面影响 陈全国是1955年出生 开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呢 他应该就是67岁 到了七上八下 这个年龄坎的末班车了 假如错过了这一届 他就不可能再有晋升的机会 他就凉了 那么其他被制裁的中共新疆官员 如果他们今后 想要转掉其他部门 那也有可能 因为赴美签证受到限制 他们的某些工作受到影响 同时他们的家人被限制呢 对于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 也会产生影响 而且这个名单 他今后完全有可能继续加长 所以这种制裁呢 他还是会有一定效果的 那我们就看 事态的后续发展 接下来再说香港这边 林郑月娥在星期二释放出一些态度摇摆的话 在记者会上 他被问到 在何种情况下会向北京求助 林郑 他是说了 他强烈感受到香港的问题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 他是用英文回答的 香港自己解决呢 这也是中央政府的意愿 但是如果局势变得更坏 他也不排除别的选项 也就是说 他说暗示有可能 在某种情况下 会向北京申请调兵 调武警 但他同时又说还没有打算引用那个紧急法 在禁止蒙面条例之后 去制定更多的条例 要知道早前一天 10月7号 香港行政会议的另外一个成员 叶国谦是说了 不排除引用这个紧急法 制定更多的限制措施 甚至包括禁网 通信管制这些手段 所以林郑其实是暂时否定了这种更强硬的主张 那林郑上面所表达的这个含混态度 是什么个意思呢 说不排除任何选项 不排除向北京申请调兵 这是一个强烈的威胁了 又说暂时不打算引用紧急法制定更多的条例 又是体现出来不想让局势马上再升级 那么它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 解读这些政客的话呀 一般原则是 它的肯定性语句的价值 是大于可能性的语句的 林郑说暂时不打算引用紧急法制定新的条例 它是肯定性的表达 不排除向北京申请调兵 是可能性的表达 那也就是说林郑 她投鼠忌器 她害怕局势继续升级 这个思想负担还是蛮重的 在她向北京申请调兵调武警之前 她得首先通过更多的禁令 但是 她要引用紧急法 一旦搞出了事实上的戒严 甚至去管制通信 那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瞬间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香港就进入了一个休克性状态 那会给很多人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造成极为广泛的影响 林郑月娥对于承担这样的后果 还是有很大顾忌的 她的患得患失之心 还是很容易能看出来的 人有患得患失之心嘛 你就很难说 它能强到什么程度 咱们这个频道 一直的看法都是 习近平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强大 林郑月娥就更加不是了 香港这个事情发展到今天 其实他们错过了很多 或强或弱的解决机会 已经演变成他们的噩梦了 那下面呢 就进入一个比较新鲜的环节 进入了算卦的部分 用周易来解释一下他们两位的处境 习近平和林郑月娥的处境 都是周易第34卦 大壮卦所说的那种 低阳处翻 低阳就是公阳 这一卦 九三瑶词说的是 低阳处翻 雷起脚 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解释啊 他上六就是最后一摇的瑶词 还有一句叫做 不能退 不能随 无忧力 意思就是 公阳用他的脚 去撞那个篱笆 篱笆叫翻嘛 结果他的脚 被卡在篱笆上了 这就叫 低阳处翻 雷起脚 进也进不得 退也退不得 没招可想 这就叫 不能退 不能随 无忧力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在于 他错误判断了自己 也错误的 判断了形式 首先是阳对篱笆有所误判 他认为这个篱笆很弱 一撞就能倒 这个篱笆风一吹 你看他晃来晃去的 但是他的根最深的那几寸是扎在石头里面的 你看不见 结果羊一撞过去就把自己的脚给卡住了 第二个误判呢 就是羊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周易大壮卦它是用羊来比喻 它不是用公牛来比喻 大家注意啊 它不说牧牛铸番 母就是公牛的意思 他为什么要说羊呢 其实是有讲究的 因为羊旗帜本弱 就是羊的力量本来就弱 但是呢 他又热血上头 要去冒险 你怎么拦都拦不住 结果一撞过去 脚就被卡住了 他自己的力量又不够强 所以他又 损坏不了那个篱笆 那个脚呢 又拔不出来 要是换成公牛呢 就算他没有办法 撞翻这个篱笆 起码呢 他也有力量退得出来 把脚给拔出来 羊就做不到了 也就是说 不管是林郑还是习近平 其实也都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林郑月娥 你本来就是个办公室的官僚嘛 你并不是一个 经过什么学渔火考验呢 在岛口上走过来的强人 你没有经历过这种历练 但是呢 你非要投机惹事 去搞这个修例 以为自己很有能力 这个自信心一上头了 就谁也拦不住 不顾反对 在立法会一读二读 要强行让这个逃犯条例闯关 才会陷入困境 那陷入这种困境 自我净坑的人 有没有办法脱困呢 大壮挂 上六摇 他最后有一句 叫做 兼则急 意思就是 咬紧牙关 挺住 挺得久 就有机会 但是呢 也别高兴得太早 不是说万事死扛就好 周易在表达 坚持就是胜利 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他从来都不是说 任何事情你死扛就能成功的 周易在别的地方表达这个意思 说的是 真急或者兼真急 里面有一个真字 就是真结的真 他的意思就是 你得 坚守正道 得坚持正确的东西 你能守得住就说明你人格强大 那就有机会扭转劣势 那请问什么叫做真呢 那就是 儒家伦理所认为正确的东西 不是共产党哲学认为正确的东西 儒家讲的是中述之道 而不是讲的 斗争哲学 咱们得这么解挂 才是正确的 要不然就把林郑月娥女士 领到坑里去了 以为这个 死扛反正就会有出路 周易都这么写了 那林郑月娥我们看他走出禁止蒙面这一步 其实他就已经杜绝了任何与市民对话的空间了 等于是 那头羊把脚卡在篱笆以后还使劲挣扎 反而把自己的脚卡得更加老实了 但是 对于御食拒焚式的镇压 就是真的搞戒严搞什么通信管制呢 他又有犹豫 所以他唯一可以寄托的希望就是 想蒙面禁令这种事情能够收到效果 在采取戒严这种升级的手段之前 就让香港局势进入可以控制的节奏 但是能不能如他所愿 事态这么发展的 就是在天 就不在他了 总的来看 林郑的路是越走越窄 所以说他的前途 可以说是相当凶险 但是说到这儿呢 也得回过头来说一说 抗议者 这个蒙面禁令出来以后 马上香港本地的网络论坛上就出现了一份 香港临时政府宣言 有些朋友呢 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 当然这个宣言本身的内容是可圈可点 撰写宣言的人呢 他对宪政的理解很深刻 对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也有很准确的理解 这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的有人 在投身于组建临时政府这个行动 更不意味着在香港 所谓临时政府有实际投入运作的可行性 他所要表达的 是对港府限制公众集会自由 搞那个蒙面令 高度不认同 他做的是思想动员 不是真正的政治动员 所以在这方面呢 咱们还真的不要过度的评价 过度的推崇 什么叫做政治动员呢 就是所谓的临时政府 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实现新旧体制 交接过程中的平稳过渡 那份宣言当中说 香港各司局长应该各守其岗位 等待新的安排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组织抵抗运动 如果香港现在真有人发起这个临时政府 它的作用主要应该是后一个 就是组织抵抗运动 但不管是哪种功能啊 临时政府 哪怕你想有一点作用 它都必须得是一个实体的机构 它不能是虚拟的 它真得有一批人广而告知 我们就是这个临时政府的发起人 大家认清了啊 万事都来找我 它得这样 它真的不能蒙面 这个政府啊 你不管它是不是临时的 你想有一点管辖力 都得真人露面 否则别人都不知道你是谁 我是满怀热忱的 我真的上杆子的 想让你来管我 我想让你这个政府有效力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那也办不到嘛 所以除非真的有人 肉身公开露脸来做 否则就 不可能有任何 发挥实际作用的临时政府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以香港的局势 当然在香港本地 是不能这么做的 这些人一露脸 就会被逮捕 被镇压 所以想要做这个事情呢 搞什么临时政府呢 它只能从海外做起 从一个流亡政府的姿态做起 但是我真的不建议 朝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这会给中共 说这些人是要 颠覆分裂中国的口实 终于找到实锤的证据了 这临时政府都搞出来了 要知道国际社会人们 之所以支持港人的抗争呢 都是以中英联合声明为基础的 这份国际条约 它是规定了香港的自治地位 而这个自治的基础 它这个安排里面呢 就是有北京的 你是还真不能把这个基础完全推翻 就说没有北京什么事了 就我们香港人自己搞个政府出来 如果推翻这个基础的话呢 国际社会 真的也很难继续支持香港 所以对这个所谓的香港 临时政府宣言 它作为一份启蒙宣言 是不错的 它表达的是对港府 倒行逆施的高度 不认同 但是呢 咱们也不要过度的推崇 它感情用事还是不好的 那好 继续拉回来 说算卦的事 林郑呢 是低洋处番 这个处境 习近平又何尝不是呢 在中美对抗当中 他同样是那头 把自己的脚 卡在篱笆上的 洋 他也是进也进不得 因为他真的没有能力打败美国嘛 退又退不得 那就失去了领袖的权威 会被党内被打倒的那些 之前的对手反攻倒算 咱就说 抵制NBA这个事儿啊 其实真的是相当不明智 你说抵制了NBA 是打了川普的脸吗 川普会闹心吗 他才不闹心呢 川普本来就跟NBA有过节 现在看到NBA被中共修理 又被美国人骂没鼓起 他其实挺高兴的偷着乐呢 中国大陆对美国企业的这种 不友好的氛围越高 那美国企业回流的动机就越强 川普才巴不得你多抵制 你再多抵制几家企业才好 你最好把什么苹果呀 什么特斯拉呀 一起抵制了 你抵制的越多 你自己失去的就业机会 也就越多 你失业率越高 那么川普他自己的筹码就越有利 所以中共体制 这种既不理智 又加深自己困境的瘀形 其实又超过了林郑月娥了 周一里面所说的 坚真急 你得回到正道上来 耐心的去修复 才能有摆脱困境的机会 这方面的行为 就更加是看不到影子了 所以习近平 长远来说 他的凶险程度 又不亚于林郑月娥 咱们总结今天的话题 我们是谈了美国 在新疆问题上发招 制裁中共官员 以及香港过去几天的局势 顺带起了一挂 解释了低洋处翻 这句出自周易的成语 明天在咱们会员网站 门招.ca的特别节目专栏 咱们继续来聊 从金融的角度 解读历史 明朝是怎么亡的 有人说明朝是被太监给玩坏的 有人说是腐败闹的 比较新颖的解释 包括气象方面的解读 说明朝末年 16、17世纪的小兵器 造成农业减产 然后就引发了社会矛盾总爆发 近年来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明朝依赖白银输入以后 金融危机 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所以咱们明天 就从经济史的角度来 解读一下 大明王朝灭亡的教训 今天这集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 在YouTube上面 咱们星期五再见